大家好,我是小楠,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华为这一段时间有点不太太平,美国制裁华为的禁令还未熄火 华为又陷入了月亮门风波,国内消费者直接将华为告上了法庭 称华为P30 Pro系列手机涉嫌虚假宣传 众所周知华为P30 Pro的最突出性能就是拍照 更具体一点就是变焦性能 在华为的宣传中通过50倍的混合变焦 P30 Pro甚至能清晰地拍到月亮上环形山阴影的细节 谈起月亮门风波,最早还要追溯到今年4月份 4月13日,国内评测机构爱否科技员工王岳坤 对P30 Pro的月亮模式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这款机器拍出的月亮细节是通过算法辟出来的 并给出月亮模式与普通模式的对比样片 一时激起千层浪,月亮门事件迅速发酵 在当时掀起极大轰动 然而随后不少科技媒体人士纷纷对此进行反驳 称华为P30 Pro拍摄月亮的原图并未作假 属于实拍效果 随着事件逐渐发酵 爱否科技选择了直播回应 其创始人彭林以证据不足黑厂商为由 对王岳坤进行了开除处理 同时爱否科技也就这件事对华为进行了道歉 可是华为P30 Pro月亮门事件却还未结束 6月16日上午 创始人彭林在微博发布了一则25分钟的视频 宣布将辞去公司的一切职务 以个人名义起诉华为在拍月亮涉嫌虚假宣传 他也强调了希望华为官方 那个能在拍月亮这件事上 添加算法功劳说明之类的 对于彭林起诉华为的这件事 外界的说法众说纷纭 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 你们怎么看呢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